刺刑双手剑雪葬的心盈和它的锻造图纸已经拿到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不要划开哦 教你轻松获取 首先确保已经开启了水冰蜜镜 还没有完成的小伙伴可以点开主页观看上期视频 我们想要开启最后的密室需要点亮8块石碑 图上都已经标注出来了 重点收一下几个难获得的 第二块石碑需要干掉这只精英怪 因为战斗状态下是没有办法点亮石碑的 第三块石碑需要两次解密 第一层有两只仙灵 第二层是三只仙灵 每隔两秒依次触碰仙灵 让它们保持相同的距离移动 解锁后打掉基因怪 开启旁边的牢笼 得到生斥之石 融化冰层找到石碑并点亮 第六块石碑在另外一个密室内 需要三个匣子才能打开 第一个公主之匣需要在图中所示的小岛上完成现实挑战获得 第二个近似之匣用风场飞上去捡到宝箱 第三个济世者之匣找到墓碑 与之对话提交三朵塞布利亚花就可以了 然后开启密室点亮石碑 所有石碑点亮后就可以开启最终密室了 密室中的宝箱可以获得配方 点亮四个角落的火把可以得到这把双手键 我是七千岁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